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丽 大方 漂亮 专装 就她和杰森调盒里边 你先救谁 打扫卫生这样子的工作 你觉得 我来 好家伙 今晚献手有戏 青春有为 幸福有你 欢迎各位来到 想幸福突发 大家好 我既是主持人 也是今天的红狼 我叫杨帆 欢迎各位 在这个节目当中啊 我的角色就一个 就是当好红娘 欢迎月亮姐姐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座美丽的江南水箱 它既是旅游的名城 而且它的美食也很有特点 开场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当地的代表性美食 已经放在了老师身边 猜一猜我们要去哪里 排骨的醋味我已经闻到很久了 振振醋香飘过来 猜到哪儿了吗 什么小排 糖醋小排 不对不对 专门用这个地方的名称命名的 什么什么小排 无锡吧 无锡吧 是不是 对 而且一提到无锡啊 提到江南水箱的女子 好像那个感觉啊 讲话的味道啊也是甜甜的 那我今天我也得换一种方式主持 那今天四位男嘉宾长什么样呢 接下来就请他们闪亮登场 亲爱的朋友 向幸福出发 由长安花菜籽油特别呈现 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丽味更香 感谢长安花 另外在这里 我们要向各地政府的相关部门 发出一份邀请 欢迎大家通过下方邮箱的地址 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 并为向幸福出发 推荐优秀的青年男女 今天我们这个地理嘉宾 非常非常的优秀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一起来了解一下它 不碍于现状是我的前进动力 不随波逐流是我的人生信条 我是杜明依 是移民律师 出于对这个职业的向往 大学选择了法学专业 现在回到家乡无锡 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上奋斗着 有人说律师是个听起来很酷 说起来很烦 做起来很苦的职业 但我热爱并未知坚持 我信奉一句话 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 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 那是我头上的星空 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热爱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种 最直接的一种就是运动 因此我对自己的身材保持 也有近乎严格的要求 每周我还会抽一天时间去打高尔夫 每一个灰干而起的瞬间 都能让我忘记压力专注自我 曾经参加过环球小姐的选秀 也让我发现了不一样的自己 我爱笑 爱生活 也爱自己 期待在这里能遇到那个阳光开朗 热烈而又真诚的你 好好看 好优秀 所以我会感觉 这个屏幕后面的四位男生压力好大 大家别说了 赶紧有请 掌声有请 嗨 你好 老师们好 观众朋友们好 对面的男嘉宾你们好 我是杜明依 来自江苏无锡 目前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杜律师好 真的是好甜美 然后无法跟你这个律师 比较严肃的这个行业挂钩 因为律师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职业 然后生活中的话就会比较活泼开朗一点 也比较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 那你觉得你参加这个世界环球小姐 需要做哪些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准备和尝试呢 首先要学习怎么走舞台 另外就是你要为自己准备一些服装和造型 你要学会在舞台上跟观众有一定的互动 这个跟平时的工作还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些基础都好像是为今天我们向幸福出发的舞台准备的 没错 有那么点意思 但其实我个人有一点点疑问 比如说这个一般就从事一种职业 它都会有相应的一些职业习惯 那未来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了 会不会保留一些你的职业习惯呢 比如说什么事情都要和另一半去讲一些证据 大家的什么发票 小票给留好 我留你的聊天记录 这个也算是一些职业毛病吧 因为律师是一个比较重视证据 喜欢分析的一个工作 所以平时做一些事情 会喜欢备份留一些证据 留一些记录 没有那么恐怖 然后 你看有一些女生 就是她们会有那种文件袋 都会用一些小条条什么小格子 小抽屉 放好这些东西 特别的规整 是会这样吗 对 分门别类 有一点点强迫症 那你家里也肯定是干干净净 井井有条的那种吗 我可以说是有一点点洁癖 我每天都要打扫卫生 整理自己的东西 男生天天多好 对 这些都是优点 这以后你们家多干你 而且找什么都能找得着 是的 好好好 那我相信这个屏幕后面的四位男生 听到这里已经跃跃欲试了 但是现在还不能够见面 因为我们的第一关的名字叫做 爱的心动音 这个四个图标 你最想和谁先来聊聊天 张伯伯 你想跟伯伯聊聊天 你觉得他这个 伯伯呀 你这名起得有点占人家便宜 对呀 张伯伯 伯伯你多大岁数了 你是真伯伯还是假伯伯 我是96年的 小伯伯 对 你为什么对他这个图片感兴趣 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看图片是一个男生 然后再跟一条金鱼嬉戏 海豚吗 海豚 海豚 再跟海豚嬉戏 然后我感觉他是一个热爱动物的人 有童趣的 对 因为我家里养了一只猫 我比较喜欢小动物 张伯伯是这样吗 对 他才对了 选这个图片呢 首先大家就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个小男孩 就是我觉得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都住着一个小朋友 希望大家都能遇到那个 能把你当做小朋友来看难的人 男生无论到了什么样的年纪 内心都住着一个小男孩 但是女生才希望别人 把我们自己当小朋友 呵护一辈子呢 对吧 那估计这男 伯伯可以把你当成海豚 咱们别管他叫伯伯了行不行 小伯 小张 小张 那要不然看看小鸭 这是小鸭吗 看着像鸽子 鸽子 反正 刘章 来 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是鸭子还是鸽子 这个是一只科达鸭 科尔鸭吧 对 科尔鸭 就这一个细节就暴露出 这科尔鸭肯定不是你养的 对 那你为什么选这照片呢 对啊 因为最近很想养一只这个科尔鸭 另一方面呢就是 觉得科尔鸭他在游泳的时候 姿态很优美 然后比较蓝散 然后但是他呢水下 他那个脚又扑腾得比谁都快 觉得也挺努力的吧 也有可能这个男生啊 你看他用一只小鸭子做他的头像 可能他也比较呆萌 对 因为科尔鸭就是呆呆的萌萌的 是的 好 还有两位男生 我想问一下文霄 我看他的图片是一个炒锅 所以这是跟你的工作有关吗 不是的 自己是一个比较爱吃爱美食的一个男生 第二个想表达的就是 通过这张图片就是食物和不同的配料 然后经过铁锅的高温淬炼 最后成为一道我们餐桌上的一道菜肴 然后我希望今后的爱情生活也能这样 经过一定的考验历练 不管是酸甜苦辣柴米油盐 最后能够和未来的另一半一起携手 这样我们的生活 然后成为一道幸福的菜肴 这个也挺好的 对 相处时间越久 你会发现就是在家庭当中 这个厨房是最充满温情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 对 还剩最后一位男生雪冬 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生 我觉得他应该很向往远航 所以他应该是非常喜欢旅游 是这样吗 是的 但是我这张图片 其实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还说是的 我确实是喜欢旅游的 那这个想表明我想做生活当中的舵手 并不是 就是我的职业并不是所谓的航海员 但是我的工作属性是类似于 掌舵者的这么一个角色 把控大方向做好正确引导 使所谓的轮船 沿着正确的方向去行驶和前进 跟你的职业也有点像 对 把握人生正确的方向 是不是 好 四位男生 现在我们都已经通过声音了解了一下 咱们来听听陈止言教授 他们通过大数据的分析之后 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你好不好 我们最主要推荐的 就是匹配程度最高的两位男生 是刘章和管文肖 那么刘章和我们明依最为匹配的部分 是价值观和生活的作息 管文肖和你最匹配的地方 是兴趣方面有很多重叠之处 这只是大数据给的一些分析 那究竟四位男生哪个会令你心动呢 咱们后面还有很多的环节 让你慢慢地了解好不好 好 但是第一轮我们的心动值要先进行一轮分配了 来吧 祝贺雪冬获得了优先权 你将直通爱的生活场环节 我先听听你的这个选择 我很欣赏他对自己的工作 或者说人生态度有这样子的一定的目标 还有一定的掌握能力 所以我给了他四颗心 好 相信我们四位小伙儿已经等不及了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看 他们的庐山真面目 就他和杰森吊盒里边你先救谁 杰森可以自救 杰森水性好得很好 对 他这编导就好办了 你少编点和女的一起跳的 接下来我们请把四个冰瓶升起 本儿精神多 还不错吗 三号怎么看着像主持人 看得出来李师最重视今天相亲这个环节 穿得比较隆重 每个人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 你眼中的女嘉宾品 美丽 大方 漂亮 专装 一个词 一号已经抑制不住了 把词都给说完了 来 二号 甜 甜 三号 好 干啥呢 咱玩三局半呢 哪儿好 主 好 主 你们三个都跟人家有优先权的 好好学习一下 高挑 高挑 因为杨帆哥很高 但 看我干什么 你嘉宾站在旁边感觉 对 比较高 其实也挺好 就说出他们四个人呢 性格都不一样 反正一号那个喜欢呢 是一语言表 一眼被我们看穿的 那究竟他们四位 到底是做什么样的工作的 生活当中又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 好不好 爱的大挪移 那首先我们看的是工作短片 有人说帮助他人的过程也在成就自己 从学生时期 我就热爱做志愿服务活动 社会公益组织 社区志愿服务等等 我享受并愿意奉献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不斥微毛 造句陈阳 工作后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在共青团无锡市委统战部 负责青年联合会 民族团结 凝聚海内外青年人才的相关工作 每次与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人才聚在一起 都能不断鞭策自己 在未来也能够绽放光芒 刚才其实小票当中有一点我们印象很深 说在上学期间 就比较热衷于参与这样的很多志愿的活动 是的 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比较热心 然后热爱公益在大学的时候 就参与了很多的志愿服务工作 也曾经参与过我们当地的一个社会公益组织 我们会利用周末时间聚在一起 然后做一些手工益品 然后最终把这些手工益品 送往贫困山去的孩子们 为他们献取我们自己的一份爱心 现在工作之后 空益时间也会前往一些社区 维护小区的秩序 还有卫生 安全 然后也会陪那个老大爷们 老大妈们一起聊聊天这样子 排解他们一些孤独的这样的情绪 这个是你们单位的一个基本的号召 就是年轻人都要去参与一下志愿劳动呢 还是说是你个人的一个兴趣 会有号召 但是我个人也有这样的兴趣 就是喜欢去帮助别人 那文肖刚才呢 我们明依给了雪冬优先权 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雪冬对自己的人生 好像有比较清晰的规划 你能不能谈一谈 你对自己人生未来的一些规划 首先是因为 要热爱一个那个共青团的事业 就是我是一名海归 然后我会一名海归的身份 去团结联络 一些海内外的海归人才 然后吸引他们一起回来 为家乡做更大的发展贡献 然后也为共青团事业 能贡献一点力量 我们女儿也是海归 多好啊 多么的合适啊 都是欧洲回来的 有相同的学习和工作的经历 对 所以有很多的那个 共同话题到时候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在你从事的志愿者活动中 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 特别深刻的事情 有的 之前我们那个 因为做过那样的手工艺品 亲自把他们送到了这个 贫困山去的孩子们 看到孩子们手上的时候 看到他们脸上露出那样 洋溢着喜悦 还有天真灿烂的笑容 那时我心里也是很温暖的 暖暖的那种感受 对我来说 做志愿服务的一个很好的 一个积极反馈 然后也坚定了我今后要 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 帮助他人 帮助身边的人 你说到的这个手工艺品是什么 我今天其实也带了 我曾经做过很多的手工艺品 那你把今天带来的拿来 送我们看看好不好 肯定是扭扭框都是 扭扭框 我知道了 然后他那个用的就是 站在这儿说 让你跟女嘉宾有一个见面的机会 对 并排站 并排站 小伙的紧张坏了 都不知道往哪站了 对 家馆不紧张 有什么寓意吗 这个是一朵向日葵 我亲手做的 然后也是向日葵 它的寓意就是向阳而生 充满希望 充满活力 所以我今天也愿意 将这个送给女嘉宾 希望您今后也能够 一直阳光活泼 然后永远坚持心中所爱 是 小伙的说这段话 很紧张的 这个叫什么 叫一枝独秀 我唯一独开 哇 我形容的最美的这个 我只属于你这一个人 加油 希望你笑到最后啊 好节奏 好节奏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二号男嘉宾的工作短片 杰森 他叫杰森 是我的女朋友 我是张伯伯 没错 我是一名海豚绣扬员 除了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进行训练之外 我还要了解他的生活习性 时刻观察他的健康状态 训练中的他像是一个小朋友 会撒娇 会卖萌 当然也会时不时地 耍点小脾气 罢工 但工作的时候 又是一个可靠的伙伴 挥手 跳跃 后空跳 旋转 杰森做得都很好 对于他 我总是有足够的耐心与细心 而他也能给予我很多安慰 每当我心情低落 看到他逗我时 坏心情 瞬间年小年生 长期的陪伴 我与杰森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我们也逐渐从单向奔赴 变为双向奔赴 他也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我的性格 激发出我小男人的一面 让我变得更柔和细心 什么 由单向奔赴 变成了双向奔赴 张伯伯你好大的胆 你是第一个 有了女朋友 还来敢参加向幸福出发的人 因为这个资料显示 就是他把他养的这个海豚 当成了自己的女朋友一样 还给他起了个名字 对吗 对 叫什么 他叫杰森 斯坦森 郭达 他不是个男的名字吗 他的性格呢非常的 就像是一个女汉子一样 所以就给他起了一个 比较男性的名字 大伯儿他的工作呢 是叫海豚的 训养员 对 我想问一下 那海洋馆里边有几只海豚呢 我们现在是有四头海豚 他每一个海豚 是专属有一个海豚的训养员吗 对 每一个海豚都有自己 专属的训养员 就一个 是有一个主要的负责人 然后后面还会有很多其他人 海豚特别聪明是吗 对 他非常的聪明 是吧 相当于六七岁小朋友的智商 对 他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 而且他们就是参与表演的那种海豚 他特别有表演欲望 对 他们平时就是表现欲非常的强 他们觉得可能就像赛特做一种游戏一样 那种 真的 但我想问一下 这个训养师就很重要了吗 因为所有的他动物嘛 他为什么可以完成就是我们人类想要看到的表演 那是跟他说话呀还是怎么样 不是说话 就是用一些 我看嘴里有个哨我每次看到 对这个哨我今天也带来了 可以给大家诊证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高频哨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海豚呢 就是他们是通过声纳去交流的 然后这个哨呢就是他发出的声音 可以被海豚就是接收到 可以吹一下吗 吹一下看我们能不能接收到 好难受 对那个麦克风接收也是有问题 对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男嘉宾 如果说杰森他哪一天 比如说很需要你生病了 但是你女朋友那时候也很需要你 那你会怎么办 我可以带着你一起去照顾他 你再好好想想 就他其实就想问那个问题 就他和杰森调盒里边你先救谁 杰森可以自救 杰森水性好得很好 对他自己会有问题 送命题 这个可是一个 这咋答呀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先要做一个界定 就是说杰森是我的工作 你可以理解的是我的同事 和同事之间这种彼此呼应 甚至他可能有难受了 需要我来做一些帮助 我肯定要做的 但是我跟女朋友之间是一辈子的伴侣 是另外一种感情性质 那么在区分很大的事情 很急的事情 或者是不同的情感之间 我一定会做得很清楚 就哄女朋友是一个方法 跟同事之间相处是另外一个方法 只不过那个同事是个小动物 对 所以咱也得帮伯伯说句话 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 但是他这个条件反射呢 说明什么呢 他确实很爱这份工作 对 他说我要带着你一起去那个什么 对 那你也问问人家姑娘愿不愿意啊 对吧 他这个答案你觉得 我觉得 得看什么情况吧 对对对 看什么事 对 所以我觉得 这的确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 我可以接受他的回答 对 姑娘也很善良 来吧看看3号 他的工作情况 来吧 肢体舒展 旋转跳跃 灯光聚集 辉映着属于我的热爱 我叫刘章 在无锡市歌舞剧院工作 是一名舞蹈编导 也是一名舞蹈演员 从小就喜欢跳舞 虽然也曾担心学艺这条道路艰辛分杂 但热爱是最好的行动力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 工作这几年 大大小小演出次数多到数不清 参与编排的作品 也曾获得过不少奖项 虽然每天都有繁重的排练 但所有光鲜亮丽的背后 都是反复的泪水和汗珠 那些看似不喜波澜的一日复一日 会在某一天让我们看到坚持的意义 未来我会继续跳最热爱的舞蹈 站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 他不仅是舞蹈演员是编导 那来呗咱就一致同仁 如果有一天你的舞伴受伤了 然后你会怎么办呢 好问题 但我可以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跳国标什么拉丁 包括其他的这种舞蹈的那个在台上的表演 都会有舞伴 你问问姑娘 问问介意就是在和舞伴就跳的这个动作比较亲密 我觉得如果说是同事关系的话 因为这也是工作需要嘛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有更深入的就 我觉得就不能接受了 那肯定是同事关系啊 还是编导就好办了 就少编点和女的一起跳 已经聊到了这个专业 要不来个小展示 对 你得跳一下 这个展示个人魅力的时候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掌声送给刘章 谢谢 向我们展示了 他非常强的这个业务功底 但是今天是来找对象的 咱得问问姑娘有什么问题 还要对她说吗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平时会有很多时间 是用来练习舞蹈吗 对 我们平常工作的话 就是比较繁琐 平常就是会 每天都会有排练 除了排练就是演出 也经常全国各地地来回跑 就是要不就是待在剧院 要不就是待在排练厅 哎呀 你俩这么实在呢 人家那个意思就是 你有没有时间谈恋爱 陪女朋友 没有啊 有 这人家确实实实在得告诉姑娘 因为我认识的舞蹈演员非常地多 比如说在排大戏的时候 真的是连轴转的 对 这是工作特点 有时候跟我们做主持人 那也非常像 就当工作来了的时候 真是在连轴转 几天几夜地这样熬着 然后在排戏 在面对那一场演出 但是它比较弹性 对 弹性 可能有一段时间 就会很轻松 然后就会有时间陪女朋友 没有剧的时候 就可以陪女朋友了 对吧 接下来咱们看看目前处于优先权的四号男嘉宾 她的职业到底是什么样的 谈起我的工作 我常常将自己视作一名领航员 能够帮助和应当我的学生们 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发展 实现自我价值 是我的职业目标 我叫傅耳东 我的工作时间 大多与学生们待在一起 课上我是帮助学生成长的指导老师 课下是他们的知心哥哥 与他们的相处点滴的温暖 时常让我感动 大学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我很荣幸自己可以参与到他们的青春 见证他们的成长 感受属于他们的热烈与美好 陆雪东 1993年生人 现在是无锡商院的辅导老师 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个舵手选那个照片 对 其实就是说你在很多学生的心中 做好价值引领 对 要做一个引领的作品 那你在生活当中 会不会也是那个比较处于家庭主导地位的 没有 其实生活和工作完全是两种状态 其实我也是一个比较爱玩的人 可能工作的状态 可能学生有时候会叫老师 那其实私下的话 他们都是叫一口一声鸽子叫 因为他这个年龄段 做这个辅导员的老师 其实工作不是很好开展 因为对于学生来讲 老师并没有比他大多少 对 那同学就喜欢这样的老师 像同学像哥们一样 所以有时候那个权威性 就相对会削弱一些 所以会用很多的技巧来沟通 是的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案例和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没有界限感 其实也是很好的一种状态 就是学生可以更好地和你去交流和沟通 你可以更好地掌握学生目前所想的一些想法和状态 所以说更留意利益于去做工作 因为我觉得老师跟律师一样 都是有一些职业习惯的 这些有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体现吗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自身比较喜欢去和人沟通 在交往的关系当中也比较喜欢去扮演一个倾听者的角色 所以说我才去从事这份职业 在生活当中我也是一个喜欢去沟通与比较强的一个人 和生活勾连最多的就是他的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的 雪冬老师应该不负责讲专业课是吧 对 但是会承担一部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类的课程 比如说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就是现在我们目前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观的引导非常重视 那高校对于副导员的要求也是非常高 那他需要承担一部分课上的教学压力 也需要去做好一些学生相关的管理工作 好的 那现在四位男生他们的工作咱们都已经了解了 那经过这一轮了解之后 我们的爱心值会不会有一个重新的分配呢 这个权利就交给今天的小姨了 来吧 刘章用他的很强的专业能力 从刚才的一颗心转变为现在的四颗心 所以舞蹈是刘章最好的武器 博博你的海豚带来了吗 自从认识之后 他带你去瑞典 你带他到英国 多好 这个理由 路线我们都替你们想好了 以后女朋友叫他 他给女朋友送了个礼物 就是一个哨 女朋友一吹 他就到了 我们接下来这一轮通过生活短片了解一下四位男生 来 首先看一号的 和我的名字一样 我安静也好动 打篮球 去公园跑步 享受大汉淋淋后的酣畅 也珍惜难得在家的休闲时光 品一盏清茶 看一本书 偷得福生半日闲 上学时候读到一句很喜欢的话 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的单独约会 那时候一个人的旅行对我来说从不孤独 留学时独自特种兵旅行了欧洲食欲过 一个人做攻略 住青年旅社 做夜行大坝 对于另一半我希望他不要把爱情当作生活的全部 也要和异性保持一定的边界感 希望找到那个能愿意和我一起 敏略不同风景 闲看亭前花开花落 伴随天外云卷云疏的你 这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情绪的男生 喜欢养小动物 喜欢花花草草 然后又讲到了之前那个留学的经历 好像也是喜欢一个人 这个叫什么呢 特种兵式 这个叫特种兵 对 以前可能欧洲比较流行的就是叫背包客 会因为在上学的时候节省这个金钱 然后时间 然后就会自己做一段这样的攻略 去欧洲自己就是坐大巴 然后有时候住青年旅社这样子 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和金钱 也能拓宽自己的事业 之前都去过哪些国家旅游 在留学的时候 有去过北欧吗 北欧去过 去过挪威和芬兰 但是没有去过瑞典 但是我想这个可以形成一个互补 我们可以互相了解一下 女嘉宾去过哪些国家 我可以问一下吗 基本上欧洲那边的都去过 就是没有去过英国 这多好 这自从认识之后 她带你去瑞典 你带她到英国 多好 这个旅游路线我们都替你们想好了 都不用去 互相给对方讲就行了 那还是要到自己曾经工作学习的地方 带他们去看一看 现在越让她讲话呢 她会越有点紧张 拘束 要不然这样 你还有什么才艺 我今天准备了一首 自己喜欢的一首歌 这样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 我今天准备了 谢谢 我今天准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文霄带来这首笨小孩 说明他现在有一个最好的心态 反正不管结果怎么样 老天自由安排 是吧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二号男嘉宾 他的生活状态 机车过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当我放下头盔镜天的那一刻 全世界都在我的脑袍 行道动不安的时候 约上三五好友 一起钓鱼就能平静下来 当然我唱歌也还不错 这是浪漫生活的调剂比 但看似有趣的生活 却常常觉得少了一点心 当身边的朋友 都拿出了满意的答卷 我也会期盼机车后座 有一个他 能够在我凌晨 画自想想看日出时 与我一起收拾行囊 感情中的我 认为互不欺瞒很重要 只是是善意的谎言 我希望未来的你情绪稳定 和我一起风一起闹 一起去感受这世界的自由遥阔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张伯伯他工作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魅力所在 就是看似是工作的场景 其实也非常适合约会 带女朋友看看你的工作单位是吧 也挺浪漫的 对 那想问问女嘉宾 平时到别的城市旅行的话 会选择海洋馆去参观吗 会选择去海洋馆参观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适合 比如说跟朋友或者说跟男朋友慢慢地逛 然后看看小动物聊聊天 而且那边环境比较好 我发现大伯你的这个私人的生活也都是比较安静向的 虽然是骑机车一开场很酷 但是去钓鱼去了 比如说如果女生喜欢的这种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逛街 塑胶这种 你要讲给她听 然后看看她什么样的反馈 比如说我们想一起去逛街 去喝个咖啡 探个店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接受吗 我是个人是非常乐意去 就是陪练一半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就担心嘛 就是平时你和这个海豚交流的方式 就是通过那个笛子或者肢体多了 就是有时候不太擅长用语言教 以后女朋友叫她呀 她给女朋友送了个礼物 就是一个哨儿 女朋友一吹她就到了 所以还是希望你在这个台上多展现一些 好吧 对 你也准备了一首歌 曾在我背包小小家层里的那个人 陪伴我飘扬过海经过每一段旅程 隐形的稻草人守护我的天真 曾以为爱情能让未来只为一个人 关了灯 小孤单的自己 我很想你 却一直骗自己 遗憾你听不到 我唱的这首歌 多想唱给你 好听啊 这男生表演才艺啊 他就是一个加分项 这大伯儿唱歌 是属于比较走心的 诉说的这种感觉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三号我们的舞蹈编导 在生活当中 还有是什么样的 生活中 我更倾向参与一些 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活动 看一部电影 玩一部游戏 我觉得特别自在 有时我会放空自己发发呆 也时不时地会有 天马行空的奇怪想法 还会在好听的音乐里 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在感情中 我是一个包容心很强的人 你的一些任性 我也会觉得很可爱 希望未来的你 可以填补我生活中的空缺 我们能够像恋人一样 甜蜜温馨 像朋友一样轻松愉快 也能像亲人一样互相温暖 我感觉你的生活 无论在家看电视 打游戏 出去走走 没了 就平常工作比较累 都是体力活 然后一般休息的话 就在家窝着了 她那个生活都没拍多好 她所有生活向的爱好 都是缺一个女主人 你希望姑娘是 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呢 和你能够在一起 其实我也是比较乐于探索 不同新鲜事物的 比如出去逛街什么玩探店 我也是很乐意去的 她很聪明地回答了 刚才女嘉宾体的问题 姑娘一上来就说 她是稍微有一点洁癖 要屋子要保持非常整洁 因为我们舞蹈演员 经常就是在舞台上面摸趴滚打 就比较习惯 就是可能随地就做了 有草坪就躺了 可能身上经常会造得很难 但是我也比较爱干净吧 因为我们平常排练也很能出汗 每天我的衣服都会 就是直接随手又洗了 自理能力很强 那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以后 比如说打扫卫生啊 这样子的工作 你觉得 我来 我觉得现场鼓劲鼓得最大掌声的都是女生 来 最后四号男嘉宾 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一起来看 运动带来多巴胺仅次于恋爱 篮球占据了我生活中大多数的时刻 熟练的运球 磨平的鞋底 投进去的每一颗球 是我对热爱最好的证明 我是一个喜欢分享 且热爱生活的人 跟朋友一起玩飞盘 一起结伴旅行 我谈过两次恋爱 就像不是所有的球都能投进 遗憾才是常态 但他们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感情中 我善于扮演倾听者的角色 可以很好地为对方提供情绪价值 他在闹 我在笑 是我理想中爱情的样子 雪冬刚才在生活短片当中 提到了自己之前的感情经历 对 你刚才用了一个什么词 喜欢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人 聆听者 另外一个你说什么字 就好像收获了 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教会你什么呢 因为男生可能比较神经大条一点 在生活当中 可能女生的话会比较细腻一点 他们就会教我一些该注意的事项 可能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确实懂得了我之前可能 有很多东西没有做得很好 谈恋爱是要彼此来学习的 都是通过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才知道对方需要的是什么 然后我忽略了什么 我要怎么样去注意 对吧 这就是一种成长 那关键交完了 这不也分了吗 分了有时候也不见得是坏事 那下一个更适合我的等着呢 那你说今天向幸福出发牵手 就算成功了 不也只能一对吗 那能证明那三个就不好吗 那倒不能 就是啊 那不都好吗 明依没怎么谈恋爱是吧 对对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圈子的原因 可能接触的男生不是特别的多 因为律师的话 他不仅还有什么司法考试这些 然后去当时考研这些都是需要很耗费精力的事情 所以没有怎么谈过恋爱 我觉得我对男生比较在意的点 一方面就像男嘉宾短片里提到的 我比较注重男方能否给我一个正向的情绪的反馈 但我觉得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出现矛盾 他一定要是一个正向的沟通 我不是说采取一些回避或者冷暴力的一些手段 四个男生都陷入了沉思 就是因为如果女生特别优秀 然后都会担心 就是由于女生本身的优秀之后 她的眼光啊 会不会特别高啊 对男生会不会比较挑剔啊 但反正我们成长下来感觉姑娘还是蛮随和的 我更倾向于她刚才的表述 就是她之前没有恋爱 好像是缘分没有到 我工作的这个圈子太小 所以她也非常愿意努力地突破这一步 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对 我觉得这样啊 时间有限 咱们就是在最短的时间 让我们的男生呢 都分别展现他们的魅力 四号男嘉宾 你应该也有才艺吧 对 也是准备了一首歌 作曲 李宗盛 谢谢 谢谢 好 在最后的环节当中 要需要女生来做 这一轮的爱心值的分配 对 特别提示分值最低的那一位 接下来要离开我们的现场 来吧 都有压力 好 结构出来了 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我觉得可能生活方式上 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非常不好意思 大伯啊 可能很遗憾 接下来要给你送奶了 没关系 要感谢全面优生活 提供的养乳制品 作为本次互动的精彩奖品 向幸福出发 全面优生活 如品新选择 伯伯 拜拜 再见 伯伯 今天的表现呢 自己不是很满意 没有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展现出来 就是觉得还蛮遗憾的 这是二叔律师 二叔 拦着啥意思 二叔 我爱你啊 怎么爱啊 女朋友是不是刷来的 老头 没有了 你听懂啊 老头 我都不太清楚 什么意思 你给我讲讲 你怎么知道的 都是那个老姜头给我讲的 告诉我怎么关注哪个主播 然后怎么发礼物 接下来这个环节呢 叫做爱的生活场 有三个生活场景 是不一样的 你们三个谁先来 刘章先来 好 这是这样的啊 我说一下家伯的规定情境啊 江老师演那个刘章的爸爸 杨帆呢 演刘章的叔叔 你有一个案子 你想呢 让你大侄子的女朋友啊 帮你打这个官司 但是正好 她现在手头有个特别重要的事 跟你这时间冲突了 所以呢 刘章 你看你怎么替你女朋友 来婉言谢绝这个事 哎呀 大哥 这个酒啊 你得喝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啊 你看出来了是吧 当然今天主要也是想你啊 顺便呢 当然也有点事啊 咋的啊 听说咱儿子那个媳妇啊 不是搞法律的吗 对律师 我最近遇到点困难 疑惑 我最近新写了一首歌 叫站在草原望铁岭 我发现让人侵权了 哎呦 我这怎么这网上一听 哎 好像有个歌手把我这个歌给唱了 哎呦 他把名给改了 损失大不大 我看那歌可火了 那钱不都应该是我挣的吗 那咱得告诉你 是不是 所以这事 我觉得咱儿媳妇 是不是正好管这事 但是他业务特别熟 是吧 我觉得对 哎呦 那一会你得好好帮我美言两句 不过已经叫他们过来了 天天睡不好叫 哎来来来 哎呀 请进请进 儿子 哎爸 走走走 哎这是二叔 是吧 二叔 拦着啥意思 啥时候来的 哈哈 我在屋坐半天了 对 好久没见了 来来一块吃点东西呗 酒的 酒的不给你喝了 你不开车的吗 你别开了 你就在家了 不行 不行 小一能 能开车吗 能开 能开 你们俩定 你们俩定啊 就随意 今天是这样啊 这个我也开门见山啊 有个啥事呢 想求一下咱家小一啊 这不是搞律师 搞法律吗 你二叔我最近写了一首歌 嗯 让人家给侵权了 我想告他 啊 这玩意不麻烦吧 对于你来说呢 手拿把下的嘛 随随便便的吧 就能给他 肯定没问题吧 这事倒是不麻烦 但是我最近呢 手头有一个案子 只要挤手 可能时间上不方便 没事可以把他往后推一对吗 对吧 二叔啊 真的没歌 咋样啊 我听一下啊 你还想听一下 你不相信你二叔那实力吗 整两句什么呀 站在草原望铁灵 你没听过啊 来一下 我都给你哼了多少 我小时候睡觉的时候 就哼那旋律 我蓝蓝的天上飞老冷 我在草原跳望铁灵 你看挺押韵的 这歌后来好像 有个歌手叫什么来翻 把我这歌给抄袭了 咱这个版权官司打起来 是不是特别简单 只要有证据 啪一下就给他打赢了 你也不能这么说 得看一下具体侵权的情况 还是需要很多工作要做的 你看 这就 这事 孩子你别担心啊 这二叔出这笔费用 咱就正常走这个手续 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明明是我的作品 怎么就让人家给抄袭了呢 这个二叔啊 就是最近小姨 我天天看他在家太忙了 他前面 他现在这个案子 根本就是日夜不睡 头发都好几天没洗 所以就亲情就不顾了呗 那个 二叔想说怎么疼 你想说二叔怎么疼你 你忘了是吧 完了我 你到现在跟二叔留着一样的发型 我们现在这种血浓于水的情感 你就忘了是吗 二叔 我爱你啊 我爱你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儿子跟我这话都没说过 他还不说二叔也爱你啊 让你媳妇把我这事办好了 这是最大的一种孝敬 我问一下小姨 我让她在他们那个事务所 给你介绍一个 另外一个能力很好的 跟她比起来水平怎么样 照她应该得差点 那啥差一点呢 小姨你主要是负责什么业务呀 我主要是做非诉的 找雕塑的 非诉 这我懂 非诉发展 法律有诉讼律师和非诉律师 就是不打公司的 不打公司 那我这得找打的呀 对 你得找诉讼律师 诉诉 你认识诉讼律师吗 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我们所 另一个同事跟我关系也比较好 他业务能力也非常的强 他成功率怎么样 成功率 只是产权这种官司方面 他是非常专业的 有产权证就行 这事那我就放心了 产权证有 产权证有是吧 那咱俩就今天呗 那我就提前喝一个清宫酒吧 好不好 预祝你这官司胜利 成了之后这个歌 今天在座的每个人 都有演唱的这个权利 好吧 我祝那个老笼得飞起来 好 谢谢啊 谢谢大神 谢谢儿媳妇 爸 再再再 好 很好啊 非常好 我来说一下情景啊 你们两个人是 小管的爸爸妈妈 今天小管第一次 把女朋友领回家 跟你们见面 你们俩呢 就问问这女朋友干嘛的呀 然后我们小一呢 不是律师 是做新媒体的 自媒体的 然后你们俩就觉得 这工作靠谱吗 自媒体 自己咋媒体呀 你们就不太恶意 就不是很喜欢这个职业 然后小管你怎么说 说服你的爸爸妈妈 让他们认可 你女朋友的这个工作 听懂吗 听懂了 你看你今天给打扮呢 行吗 这儿子第一次带女朋友回来 又不是结婚庆典 你穿得跟 跟参加儿子婚礼似的 就是怕给儿子丢脸嘛 对吧 那你丢脸 咋儿子那么帅 太帅了老公 行吗 太帅了 行 那我就有信心了 这到哪了 你干啥呀 你不跟我配合一下 来了 快给开一盆 阿姨回来了 阿姨好 阿姨好 这是小一 说好 你照片呢还好看 还好看 快快快 进屋 你往这边坐 我再坐这 对 坐 儿子 儿子在这 连女朋友那么 你坐上脸 是 你替你挨着你妈坐 她看见没见 你挨着 你多看不见妈了 你挨你妈坐 你坐这 你挨你妈坐 没什么坐 没什么坐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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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比照片上还好看 我儿子真有眼光啊 哎呀 长得太好看了 我特别满意 还是还是爸爸培养到好 所以才能找到这么好的儿子 对对对对 小姨形象这么好 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是做自媒体的 这是啥啥啥 就是在社交平台上 交友平台啊 社交平台 也不是 社交平台做字 社交 香蕉倒是吃过 什么职业妈都听不懂啊 就是你们经常网上会刷到的 那个小视频啊 他就是里面博主给我们普及 很多的一些养生知识啊 这种的 啊 干这个的呀 对我主要是普及养生这方面的 呀 那都得给老年人卖什么东西吧 这跟传销还有区别啊 这就不是传销 啊 这是正经的工作 很正经 就是他会在网上普及养生 这时要有些广告商可能会改参产品 刚会儿子 哦 这个工作妈觉得有点不正经 嗯 自媒体就天天在那个网上说什么什么东西好让大家买 是的 是的 这这这 妈不是都跟你说了 咱得找一个在国企的 有自己单位的 这个比较稳定的吗 嗯 现在自媒体也非常稳定 像我们那个亲爱的已经有底下已经有差不多的超过几十家代言照 然后找他代言广告 哇哦 现在都是他给我零花钱花 啊 那你这地位不保啊儿子 没事 那我的钱也都差了 把你甩了怎么办呢 你跟你爸你妈实话实话 因为我最近看新闻老友说什么给女主播刷钱的 你女头是不是刷了的 嗯 没有 不是什么放一大哥什么的 你看你听懂啊老头 我都不太清楚什么意思你给我讲讲你怎么知道的 也都是那个老姜头给我讲的 告诉我怎么关注哪个主播 然后怎么刷礼物 看来你俩没少给别人刷礼物啊 你这不是这么 我经常给他刷礼物 你看 好的你不学 爸就这点缺点都让你给学会了 我就给你点私房钱 我看你没干别的都给别人刷礼物了吧 这不都给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NanaGo叫什么玩 就那个有一个什么二次元有一个那个虚拟的脸儿 有一个菜菜子 抓给菜菜子了 菜菜子还行 那行是吧 对我也喜欢 那你 这个女朋友这样的一份职业他不稳定儿子 你看他现在吧挺好看 网友喜欢 不是这工作不稳定 关键是 长久不长久了 别的网友都在那天天都看着都惦记着呢 我就说他这个天天做的抛头露脸的工作吧 你妈对这个新媒体不太接受啊 参加都是比较保守的人 对 你爸你妈一见了五个人以上脸都火 咦 没有爸爸你想当时你们不是也 呃不想让我进那个 机关单位 但是现在还是进了还是比较稳定 什么 我就想让你进机关单位啊 呃呃呃 就是当时这个选择是我自己做的 但是现在的话 我看我现在生活也都可以自理 所以你言为之意是什么 就是你们家里边 你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 你觉得你媳妇做点别的工作 也无所谓 也可以 对 对吧 而且他们两个人都 现在基本上都是 呃我经济上面还是他比较强势一点 对 呃我的钱也会交给他管理 有现在我们生活很和谐 这个请爸爸放心 肯定没有问题 朱伟阿姨 我要解释一下我的工作 因为现在是媒体或者新媒体 不光是呃 这些网红啊 主播在做 像一些机关单位啊 事业单位 他们其实也在开放 这样子的一个自媒体 这样子也是一个宣传自己平台 一个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首先你们不要对这个工作 有误解 其次的话 因为我的工作 它其实主要是宣传养生一类的知识 主要还是普及知识的 面向的群体也不是什么 呃 绑一大哥这种的 所以也不存在什么抛脱路面的问题 这点请你们放心 它是可持续性也比较强 因为它主要还不是靠个人的颜值 主要是传播正向的一个专业知识 看你这孩子 你说这干啥就好像我们不相信你是 没有没有 我觉得我 我和你阿姨我们就一直夸 我是就应该做新媒体 走在时代的前列上 哎呀 你可变得真快呀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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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好 但是这孩子说完之后吧 我倒觉得这个女朋友选得不错 我好像对新媒体这个新兴的职业 妈妈好像也有点转变我的这个观念了 是不是我有点老了 我这观念 你阿姨这么大岁数 还能在这个APP里边出现吗 当然可以啊 我们有一期就是专门讲这些 比如说到了阿姨这个年纪的人 她应该怎么去注重自己的身体 怎么保重自己的 所以阿姨也是可以出镜的 下次欢迎阿姨跟我一起拍这些短视频 听说那个软件里边还有一种叫美颜的东西 对 你阿姨进去就老漂亮了 阿姨本身就很漂亮 带那软件了吗 打开给师傅看看 我 你看 哎呀 老伴 你在这手机里看老好看了 哎 真的 像蔡明 还是我们女儿厉害 小姨这个思路非常 小姨思路是对的 还有傅雪东是吧 对 这个房子马上就装修好了 你们来看新房 你们俩是雪东的爸爸妈妈 然后他们小两口想把主卧让给你们住 你们两个人想把主卧让给小两口住 看你们小两口怎么说服爸爸妈妈 把主卧让给爸爸妈妈住 来 爸妈带你参观一下咱新装修作家 今天就能看了 对 好好 然后装修了大概四个月的时间 520 这两个小头子 你看这儿子家 多好 然后做这个风格是按照之前 沙发 你老俩喜欢的风格去 我们俩喜欢 不是都问你爱人吗 人家小姨喜欢什么 我们就喜欢什么 也迎合我们的口味 桌呀 对 这话别站着是吧 跟咱俩家似的 咱儿家你看客气啥 快 给你妈好好介绍 对 这风格也是你妈喜欢的 对 你妈喜欢这种原木的 简约的 对 特别好 儿子有品味 然后我和小杜的意思是像你老俩住主 然后我和小杜住宿 啥 什么 我跟你妈还跟你们一块住 对啊 不用 偶尔来这儿 我们就在农村睡那土炕就挺好 不 还是咱一块生活可能会比较方便 那我们也不能住主卧呀 是 你们小两口住主卧 我们俩就次卧就行 你爸搁这沙发上睡都老好了 我这小时这都能睡 其实我们也是考虑过的 就是主卧有一个卫生间 你老俩上厕所比较方便一点 怕你老俩磕着跌着 确实上市最初之后 对 小时容易起业 方便一点 但没事我垫个尿布湿也可以 不不不 然后那个主卧的装修风格 也是按照你老俩装修风格装修的 那我和小杜住员方间 可能偏年轻一点 也不适合你 孩子是一片孝季 孩子啊 你们俩怎么这么懂事呢 这妈心一领了 你们能这么做呢 我们做父母的 就已经非常非常开心了 是 但这是你们俩的房子 这主卧啊 必须你们俩住 我跟你爸呢偶尔来 我们就住次卧就行 是不是 我睡那仓房了去 不不不 我咨询过 就是咱主卧采光好 你老俩容易固执失踪 那需要每天多晒晒太阳 不不不 你们俩新婚之后 我更得需要采光好 更得有好好的身体啊 爸妈身体好 等着抱孙子呢 我俩还采杀光 我俩天天在楼下跳广场舞 妈妈我住了那么长时间 赐我了 我已经习惯了 你俩老俩出主卧了 你又是媳妇呢 在那 人家想一 他爸他妈一来 那成啥了 这也是小杜的意思 对 这是我俩商量好的 这房子嘛 花了你们大半辈子的钱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 更应该享受一下 我这媳妇啊 妈跟你说啊 就这房子呀 就是你们这个新衣 妈领了 但是呢 这个主卧呢 还是你们俩住的 我们呢 偶尔来一下住次卧就行 还有你爸爸妈妈呢 是不是啊 他们来了以后 让他们住主卧 我们俩就都自我就行 听你妈的 你们有这个孝心 我们就已经满足了 爸妈妈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考虑到很快 我们自己也攒了一点钱 也准备在自己 再入手一套新的房子 所以这房子你们买 这套给我们了 对 我们可能也住不了多久 所以主卧嘛 你们先住着 到时候我们自己有钱了 自己再买一套 孩子你有那心 你跟我跟你妈 在旁边那里买一套 我太好一新房 有一个那个采光 那个视野才好 你的脸皮太厚了 那我同意 孩子这份孝心 那行 行不行 毕竟是你们买的吗 对 她 还有我们小姨错误 好 这个三个生活场景 看看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 又看到哪些 很重要的信息 可能还是因为 工作这个的特质吧 虽然三位男生已经很主动地去解决问题了 但是关键的时候的转折 还都是我们小姨一起的关键作用 但是我最近手头有一个案子 可能时间上不方便 叔叔阿姨我要解释一下我的工作 爸妈妈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再入手一套新的房子 还有一个想提醒你们就是 你们三个都有一个问题 你们忘了跟小姨的人物关系了 对 不跟人家互动 离得还特别远 好像这一是一远房的一表妹似的 男生比较青涩这几个男孩 对 这几个男孩太乖了 相对来讲刘章的表现其实是 刘章好一点 刘章会好一点 那个转折点 找一个同事帮忙来 刘章想出来的 刘章想出来的 对 我也同意就是刘章的表现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就是既有这个动之以情 直接直书修议我 爱你 我爱你 二叔 我爱你啊 什么爱啊 还有这个很合理的解决方案 所以应该说是综合表现非常好的 那文霄呢 其实怪人家文霄离我们名医院的是 翻格给人家隔开的 你多干的见妈了 你爱你妈做 你爱你妈做 你做什么 然后文霄呢 他在表达里面 其实很多是感情态 比如说我钱都交给他了 我们俩怎么怎么地了 我的钱也会交给他管理 现在我们的生活很和谐 所以在感情里面体现出来 我们文霄信任感是非常高的 是一个信任感很高的笨小孩 雪冬在后面是很有条理的 其实体现出来思维的这种特长 但是非常遗憾 这个体有点难 所以我们的明依帮了一些忙 然后呢 我会觉得雪冬在感情部分稍微地少一点点 你也提到了 其实也提到了 就是明依的意思 但是没有特别强调 就是明依多么地体贴 我们的父母啊 多孝顺啊 他主动提出来的 这个突出的略有点不够 所以我跟你说啊 不管今天能不能交到女朋友 就像你们这么 就是来我们节目当中 本着学习的一个态度 都可以在未来的 跟女朋友 未来日子当中的规划呀 交往的过程当中增长很多的经验 好不好 好 总体来说三位男生表现不错 但也有小小的遗憾 关键 姑娘表现得好 这一轮考他们的 结果我们觉得 哎呀 这姑娘真好 所以看你们三个人啊 谁运气好了 如果真的有机会和姑娘牵手的话 对 在生活工作这两方面 我觉得姑娘都是一把好手 没错 来吧 由我们的小一继续来选择啊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要和雪冬说再见了 一一可以讲一下啊 这一轮你做这样的选择的原因是 嗯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性格上啊 有一些不合适之类的 男嘉宾也非常的优秀 所以做决定的时候也非常的艰难 非常不好意思 来吧 长安花菜籽油 为未来的爱情加加油 长安花菜籽油 高原小力味更香 感谢长安花 也希望雪冬今后的每一步 都是通往向幸福出发的路 我觉得我今天在节目中比较紧张 然后也没有很好地去展现自己 那在今后的生活当中 我应该在兼顾自己工作的同时呢 也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对的人 律师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工作 但我希望我的生活中 有这样一个人可以向他分享我非常感性的一面 希望看到你们双向奔赴的那一刻 倒计时60秒 开始 亲爱的朋友 向幸福出发 由长安花菜籽油特别呈现 长安花菜籽油 高原小力味更香 感谢长安花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就两位男生了 是否能够牵手成功呢 还有最后一关要考验你们 接下来这一关的名字叫做爱的双人油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一个考验合作的游戏 这个游戏名字呢 叫做乒乓球十字 我们的女嘉宾分别和两位男嘉宾组队 然后呢 由我们女嘉宾来颠乒乓球 在每一个乒乓球上都有字 然后男嘉宾的任务呢 是要认出这个字 在给定的两分钟时间里 哪一组认出的字最多极为获胜 计时开始 字 不对 日 不对 口 不对 白 对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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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正确 好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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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的那个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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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slaughter 使用 لي 好 盖 小心 才对 好 白 对的 好 我看见了 实在 下一个 这不算 孩子实在的 问 对了 好 好 快 牛 好 大 大 小 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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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王 对 十 十对 好 注意时间啊 嗯 千 大 大 好 白 对 正 不对 够 他自己抢了 好 时间到 比拼结束 然后咱们看陈志妍陈教授 观察到了什么细节 那么刚才的两组呢 其实分数差距是很小的 但是气氛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在我们文霄和明依合作的时候 很有一种就是考题的感觉 就是明依在严肃地出考题 然后我们的文霄在认真地答题 但是到了第二组的时候 换成我们刘章的时候 刘章不太按套路出牌 所以我们看到明依的脸上 时时露出了笑容 其实我觉得刘章这一点 是值得点赞的 如果我们的女方 就是无论是思路 还是各方面都很强的时候 那么你能够有一些 惊喜带给我们的女方 其实是加分的 好的 马上就可以看能否牵手成功了 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了 爱的斑马线 爱的斑马线 双方共有60秒的思考时间 当然在做最终决定之前 也想听听此时此刻 你们爱的宣言 咱们男生先来好吗 曾经喜欢一个人看风景 但是我现在想找一个 和我一起看遍大千世界的那个人 有着共同的留学背景 都喜欢去旅游 可以有很多的共通的地方 来 希望如果前者有成功的话 可以像朋友 像恋人 像亲人一样 互相陪伴吧 然后可以一起养一只克尔鸭 终于回到了她那个图片了 来 听听我们小一的 律师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工作 但我希望我的生活中 有这样一个人 可以向她分享我非常感性的一面 希望看到你们双向奔赴的那一刻 来吧 倒计时60秒 开始 如果对方有那个你愿意牵手的男生 你可以走过去 千万牵手有戏 但是是1号还是3号呢 明依会牵起谁的手 不好意思 可以牵了 可以牵手了 祝贺 依依和刘璋牵手成功 祝贺 很满意是吗 来吧 很满意 来吧 牵手了 其实形象也好搭 对 祝你们幸福 请你们向幸福出发 因为她在台上站得特别反正 然后当时的感觉就是 很像那个图片上的科尔亚 我觉得是刘璋 她在跳舞的时候展现出来的魅力 在情景剧的过程中 我发现她是一个非常聪明 情长非常高的男孩子 这两点都是非常打动我的 我也希望在未来的过程中 有更多接触的机会 来探索未来的可能性 哎呀 百战百胜啊 真是 红娘红郎太厉害了 也希望所有友情人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向幸福出发的舞台 让自己的人生向幸福出发 好了 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嘉宾和现场的观众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